藍恩颱風因為在今天 應該會生成藍恩颱風 但離我們其實蠻遠的 它預估應該是會 往日本的方向前進 但是其實越靠近我們 臺灣的時候就是要注意了 因為會影響到我們 整個大氣環境的改變 會不會因此帶來更多下雨 還是怎樣的狀況 天氣比較不穩定 這還是我們要持續關注的 而且颱風其實很多變 加上它現在還沒有 真的變成颱風 所以我們還是要持續關注 好啦 颱風很多變啦 另外大家很關心的是 今天是父親節 我們辦了這一整桌父親節 就是要請爸爸媽媽們 爸爸們吃好料的 今天父親節的天氣 到底好不好 坦白說今天天氣不會太好 因為西南風影響 所以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像是現在嘉義以南 很多地方雨勢真的滿明顯了 加上北臺灣今天 因為受到了低壓帶影響 所以北臺灣恐怕也會下一些雨 跟昨天天氣很熱的狀態 又有一點不太一樣 所以今天天氣真的不太好 但基本上用餐可能在家裡或餐廳 所以慶祝父親節 紅漾還是沒有問題的 好 慶祝父親節要雨天備暗了 因為北臺灣可能會飄點小雨 另外中南部不用講了 現在高雄地區在落大雨 提醒大家外出慶祝的話 要注意好自己的安全 開車也盡量慢一點 再把時間交給LuLu主播囉 首先我們還是透過衛星雲圖來看一下 目前臺灣就是屬於在一個低壓帶 所以整個環境來看是相對比較不穩定 加上西南風影響 像是目前嘉義以南都是出現了大雨的狀況 而且不排除這雨還是會持續下 加上因為可能又有颱風要生成了 所以整個在臺灣周邊的環境 看起來相對來說還是蠻不穩定 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 而颱風訊息就要提醒大家 目前這個熱帶性低氣壓是在昨天生成 而且不排除在今天上午 就會變成今年第七號颱風 蘭恩颱風 而它速度現在其實滿滿的 每小時六公里往北北西方向來行進 只是它行進之後 到底會靠日本比較近 還是會怎麼走 我們還是要持續關注 但目前看來對臺灣的影響性並不大 但大家是要特別關注 接下來透過雷達回波圖 告訴大家現在到底哪裡在下雨 因為這個目前可以看到很明顯 主要是中南部這個 對流雲系這個發展是比較旺盛 所以在主要在嘉義以南 現在雨是其實有些地方真的滿明顯的 而主要就是因為西南風 這個雨區是有一點點擴大 但相對來說它雨可能不會這麼大 但是雨區擴大了 所以現在嘉義以南 很多地方都發布了大雨特曝 加上卡文颱風會往朝鮮半島去 這外圍的北風往臺灣延伸 所以大氣開始不穩定 除了中南部降雨 北臺灣的觀眾朋友也會受到了一些影響 所以這個降雨的狀況也會開始 慢慢地變得比較明顯 先上來再關注的是雨到底會怎麼下 四日雨區也提醒大家 今天同樣是受到西南風影響 雖然西南風相對減弱 但是雨區擴大了 所以很多地方不只是南高坪現在嘉義 很多地方雨勢也開始出現 而不排除這個雨其實今天 還是會滴滴答答的下 明後天其實就是低壓帶更近了 所以不只是西南風影響中南部有雨 在整個北臺灣西半部這個雨勢也會蠻明顯的 而到禮拜五情況也是類似 恐怕要到週末假期禮拜六這個西南風減弱 整個大氣也會相對穩定 這個雨勢才會慢慢趨緩 而目前其實在很多地方 也就是嘉義台南還有高雄 以及屏東縣橫沉半島 都是大雨特報的範圍 而屏東潮州甚至食雨量一度來到了20毫米 而不排除這個雨還是會持續下 另外要提醒不只降雨的部分 高溫特報的狀況也是持續 在紅色燈號的部分是花蓮線 不排除有可能連續好幾天 來到38度的高溫 因為昨天花蓮午後來到40.2度 宜蘭大同又有38.5度 而今天狀況也是類似的 紅色燈號就是花蓮線 連續幾天有可能38度 橙色燈號則是台東縣 而黃色燈號則是宜蘭縣 所以簡言之整個東半部地區都要留意 高溫的威脅 所以紫外線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 主要還是東半部紫外線真的是非常強 另外整個北台灣也有可能 紫外線來到危險過量級 而在南台灣主要是降雨的部分 所以導致陽光沒有出來 所以紫外線相對是比較低的 最後再次提醒大家 未來的降雨狀況到底會怎麼下 今天主要還是受到西南風影響 所以整個南台灣這個雨勢是蠻明顯 而且雨區擴大了 不只山區很多平地也是開始下雨 而明天同樣西南風影響 加上低壓帶離我們越來越近 所以整個北台灣西半部 也要留意降雨的狀況 恐怕要一直等到週末假期 禮拜六西南風才會稍微減弱 降雨的狀況才會慢慢的改善 接下來關心各地的溫度趨勢 首先來看北台灣的部分 這幾天的狀況都是類似的 大概是28到30幾度 而今天北台灣還是要留意高溫的狀況 不排除高溫也是有機會來到35 36度 而中台灣的部分 也要持續帶您關注到的是 大概是27到33度 但中台灣要注意了 午後熱對流發展 在山區的部分 也有一些降雨的狀況 但是在白天 這個溫度還是偏高 而南台灣的觀眾朋友 西南風持續影響 所以這個降雨是比較明顯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溫度 跟北台灣中台灣相比 這個高溫大概是30 31度 而東台灣的部分 則是要留意了 可能有極端高溫的狀況 花蓮不排除高溫 還是有機會上看38度 整個伊花東 目前都是高溫提醒的範圍 請大家要特別關注 以上是這節的氣象資訊 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只剩下兩周